陳佳麟的話 認真的演完一齣戲 就等於是買了一張好的保險 五萬九千九 五萬九千九 好機場 掌聲鼓勵 接下來的里車看到的就是 Oh My God 雙料入圍 我們的謝盈軒 她以俗女養成績2 還有四樓的天堂雙雙入圍的 戲劇節目女主角獎喔 真的大豐收 而且呢不管是在俗女養成績2裡面 愛笑愛哭的陳佳麟 又或者是四樓的天堂裡面 個性沉穩的心理師張琦 演技跟情感的流露都非常不著痕跡 讓評審讚嘆不已 截然不同的角色都能淋漓盡致的發揮 束縛曾經在金馬獎及台北電影獎 奪下最佳女主角的謝盈軒 今晚也能夠奪下 心中事後寶座 歡迎陳佳麟 歡迎張琦 歡迎謝盈軒 盈軒姐 我的老朋友看到妳我好安心喔 辛苦了 真的是蠻辛苦的 好 之前盈軒說過呢 剛好這兩個角色入圍 張琦跟陳佳麟 手心手背都是肉 那我們今天想看妳示範一下 如果今天 陳佳麟跟手背張琦會說些什麼話 那反過來 張琦會跟手心入圍的陳佳麟又說些什麼話 繞口令本人的 就是繞口令的意思 好 我們先看張琦對陳佳麟說 有關入圍的話好了 如果妳覺得妳有盡力嗎 如果妳已經有盡力了 那麼就可以自己鼓勵鼓勵 不一定要100分 真的就是張琦的口吻欸 好安心喔 那陳佳麟呢 陳佳麟的話 認真的演完一齣戲 就等於是買了一張好的保險 五萬千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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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記者喔 掌聲鼓勵 好棒喔 其實這兩個角色我覺得都好難喔 銀璇姐妳自己 有沒有覺得哪一個比較難詮釋呢 我覺得難度都不一樣 是 那在做角色功課的方向也完全不一樣 而且銀璇姐也要恭喜妳 接下金馬獎典禮的主持人 現在精神素質跟張琦一笑 有點分裂的感覺 我今天就先好好的享受這個典禮 然後先不要去想這件事情 沒問題 哈囉大家好 我是何浩晨 哈囉大家好 我是李柏毅 哈囉大家好 我是柏蘇瑤 哈囉大家好 我是依依潔 一直覺得 術女座跟水瓶座應該蠻不合的 真的嗎 對對對 可是我還 看什麼看 快聽了嗎 快了 快了 蛇 消色的 真棒 真的 很棒 可以嗎 他們